医疗的讯息一名小六田径选手因为长短脚又吸后方疼痛 穿矫正斜垫之后反而更痛 后来确诊式功能性长短脚 因为长期站姿或坐姿不良 造成骨盆歪斜引起 经过姿势矫正和物理治疗附件一个月之后 双脚几乎恢复等长 跑得比以前都快 右边比左边长2.5公分 医师指的简报分享长短脚的案例 这位小六田径选手因为长短脚造成右膝后方疼痛 家长给他穿矫正斜垫矫正后反而更痛更薄 后来到仲山医院来检查 才发现是长期站姿或坐姿不良造成骨盆歪斜引起的 立即帮他矫正姿势及物理治疗附件 一个月后双脚终于等长了 右边膝盖比较疼痛 然后曾经带去外面的诊所检查 检查外观起来的话就是右边的长度比较长 所以他曾经就是尝试在他左脚垫斜垫 但是因为他是机能性的长短脚 所以把左边的骨盒长度本来是一样的 把左边垫斜垫之后 他变得骨盆歪斜更厉害 所以他右边的膝盖的症状就变得更厉害 附件科医师表示 每个人都有长短脚 但双脚长度差距超过1公分就不正常 会出现吸痛或脚痛症症状 如果是因为骨折外伤造成的长短脚 可能就要手术治疗 至于因为坐项或站姿不良所引起的 就可以透过附件治疗 青春期是矫正的最佳时期 否则长短脚一旦时间久了 就会引发脊椎侧弯 年级学生他正在成长发育 他如果一点点歪斜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明显的症状 所以只要发现这种状况的话 最好就能够赶快赶快来治疗 那如果没有加以治疗的话 因为他骨盆歪斜 骨盆是我们脊椎承载脊椎的地方 如果骨盆歪斜的话 就可能会再严重的话 会再造成他脊椎侧弯的后果 医师也提醒骨盆歪斜 所造成的长短脚 如果穿上节垫矫症 反而会让骨盆歪斜的更严重 建议还是接受正确的肤肩治疗 才是矫正长短脚的 根本知道 记着李江台中 查不到